不知道他有没有减肥啊 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 甜食跟垃圾食物当然就是大忌 不过也有例外的 在美国有一个营养学教授 他两个月来的时间只有吃奶油饼 巧克力和奶昔 这些这么高热量的食物 却甩掉了12公斤的肥肉 让大家都知乎不可思议 巧克力饼干 奶油饼 巧克力 这些甜食如果是在减肥 大概胖都不敢碰 但是美国一名营养学教授贺博 却以这些垃圾食物为主食 还在两个月内甩掉了12公斤的肥肉 贺博的体重从91公斤降到79公斤 身体质量指数 BMI值也回复正常范围 连胆固醇都降低了20% 现在就来看看他的独门减肥食谱 早餐通常会有两杯玉米麦片 和一杯黑咖啡 午餐则以美国知名品牌的 油炸奶油饼为主食 搭配高蛋白素饮品 晚餐则是一块蛋糕和一块布朗尼 吃下肚搭配几根胡萝卜 不过他可不是毫不节制的乱吃 而是记录下每一口吃下去的食物 控制热量 同时摄取蔬菜并且补充维他命 不过医生们可不鼓励这样的减肥方法 这种精致的食物 它对健康的遗害 可能短期间你看不出来 但是长期一直吃这个 可能都会造成脂肪的 动脉硬化的更严重 看来减肥还是要多运动 以及均衡摄取营养 才能健康瘦身不伤身